本视频由托布尔原创制作 近几年国产汽车的发展势头非常不错 甚至有赶超合资品牌和进口品牌之势 而合资品牌和进口品牌汽车里面最具竞争力的就是德系汽车 众所周知豪车里面的典型代表宝马 奔驰 奥迪就都是德系品牌 而德系品牌的品质也受到了认可 有个国产公司看到德系车受到青睐 便也想冒充一下它就是宝沃 不过宝沃这几年的发展状况可是不太好 而如今宝沃推出了新的一款SUV BX6 搭配四驱售价18万级 这款车被宝沃这个韦德系品牌视为救命稻草 不过网友并不买账 表示这款车就是虎头蛇尾非常扎心 这款车从外形结构上高度模仿宝马X6 采用直铺式刹格搭配L型雾灯 让这款车从前面看起来非常的时尚 微部车灯采用镀铺包围也增加了一定的时尚感 但是总有与车头不搭的感觉 内饰方面继承了BX5的特点 仍旧走的低调内脸崩 采用的悬浮式液晶屏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点 让这款车增加了一定的科技感 同时这款车也添加了电子手刹等相关的功能 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在动力方面 这款车采用了2.0T发动机 最大功率达到224马力 峰值扭矩300牛米 匹配9摩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家用完全可以 而这款车的尺寸走的是紧凑型风格 长宽高分别为4601毫米 1877毫米 1656毫米 轴距2685毫米 如今宝窝的形式可以说是水深火热了 前几个月的销量非常残淡 如果这款车不能创造出色的销售业绩 那么宝窝的未来是可以想象的 不过小编还是想说一句 国产汽车自有我们的特色 为何要去模仿德系汽车呢 各个自主品牌还是要把握好自己的特色 才能更好的发展